杂技、非洲鼓、即兴舞蹈 来自非洲金巴布韦的四兄弟在吉林长春扎下了根 他们希望通过精心设计的表演 能够将非洲的唱跳艺术展示给更多的中国朋友 7月1号,记者见到他们时 四人正在舞蹈室里创作新的表演 四人没有血缘关系,却胜似亲兄弟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博伊卡、沙迪、罗森和慕尼亚 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博伊卡是队长,也是年纪最大的哥哥 两年前,四兄弟来到中国,一下就爱上了这里 平日训练时,在博伊卡的带领下 四兄弟从热身到练习高难度动作 都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慕尼亚对记者说 为了让表演看起来更加精彩 他们提高了训练难度 因此受伤的几率也增加了 团队里年龄最小的是罗森,他今年只有20岁 来到中国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喜欢吃饺子的罗森非常热爱中国 尽管有时会很想家,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扎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 四兄弟已有近半年时间没有做线下演出了 因此他们将表演转移到了线上 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不少作品,很受网友喜爱 莎迪认为,这能够将非洲艺术传播得更远 让更多的中国朋友爱上非洲文化 感谢莎迪认为,这能够优优独播剧场